如果巴异冲突再持续下去的话 不但巴勒斯坦堪忧 周边国家也快顶不住了 六个国家的外长联合组团访华 关键时刻来求助中国 这非常的少见 那么此行是否会有收获呢 那么这背后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它有中美博弈的成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弥论评 伊斯兰世界有八个国家挑头 希望中国从中斡旋 为巴以冲突寻求出路 最后由沙特 约旦 埃及 印尼 巴勒斯坦外长 以及伊斯兰联合组织的秘书长六方 组成代表团来访华 11月20号就到我们这了 然后两天的时间吧 他们这是开始了加沙停战的国际斡旋行动 这第一站他们就来到我们中国了 现在这局面是非常的复杂 以色列也基本完成了对北加沙的控制 开始向南部推进 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 美国开始遭遇到国内外各种的阻力 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分歧也很大 但是现在我们看 他们正在形成统一的立场 你看 现在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 名义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这么一个同盟 你看 这就把这个范围从原来的中东阿拉伯国家 扩大到了包括土耳其 伊朗 印尼 等其他伊斯兰国家在内的这个大的范围 巴里冲突要是不停火的话 中东继续乱下去的话 那肯定会影响我们的中东的利益 那么这次六国外长来我们中国 还是有几点是值得观察的 首先呢 此前我们协调的中东大和解 开始产生积极影响了 得到了这些国家的充分信任 他们信任他们才可能来我们这边 希望我们从中能够斡旋 能够协调嘛 那么这种信任即使相信我们和美国偏袒以色列的立场 不同我们中国能够坚持人道公正和平的立场 人家能够组团来 也从侧面就反映出了我们有一定的硬实力 同时呢 我们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在增强 第二 咱们回到现实 客观上来说呀 现在的情况真的并不乐观 中东这些国家呀 他们是反对以色列的 支持他们共同的敌人 但是他们呢 彼此之间呢 还这个分歧也很大 而且各国都在考虑各自的利益 你就比如沙特吧 当然反对他肯定是反对以色列了 是吧 但是呢 他这个行动并没有做出一些比较激烈的行动 你看啊 他们否决了阿拉伯与伊斯兰五十七国 所提出的那个以一致和以色列断交的这个提案 这个你就可以想而知 这个沙特他还坐在那准备静观其变呢 而有些国家呢 他们在暗中希望 埃及啊 你干脆把巴勒斯坦的那些难民给接收了吧 是吧 这个事咱们大事话小 别再惹出是更大的麻烦 要不然大家都受不了 但你说这么一搞呢 埃及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啊 埃及是坚决不干的 生成你任何强行输送难民的行为 那你就是战争行为 所以由此来看啊 他们的内部并没有形成高度的共识 这个劲儿还使不到一起去 第三 我们再看美国和以色列呢 他们现在还是保持着高度强硬的态度 并且呢 他这个强硬的手法他并没有停 据传呢 中美两国的元首在会晤期间啊 就如何解决巴以冲突啊 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谈 这也是两国的一个重要议题之一 外界有分析就认为啊 其实是涉及到中美两国在地区利益和国际上的影响力 所以中美的分歧还是很大的 但是美国呢 现在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 国内的压力也开始在增大 你要硬这样停以色列的话 美国也有点吃不消 所以美国呢 有可能会做出适当的让步 第四呢 事态发展到现在 它也并非是美国和以色列所能设想的 你看以色列呢 它不是想全面的吞并加沙地区吗 并且扶持傀儡政府的这个计划呀 它这个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所以面对这个局面的话 我们当然要首先坚持人道 公正和中立的立场 然后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 我们进行积极的斡旋 但是我们呢 在这件事情上啊 其实也面临了很多棘手的事情 你比如说吧 当地的以色列和周边国家 以及这周边国家彼此之间呀 那各种矛盾和冲突呢 那相当的复杂呀 理都理不清 这事并不好办 还有呢 就是啊 我们是一直坚持节制武力的 你在当地并没有军事上的部署 所以呢 也就很难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 阻止以色列的暴行 当然 我们肯定会积极的协调 争取呢 促成从现在的暂时停火 到实质的停火